我发言的题目是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热切期待两岸统一到来 我是一个在台湾出生 十七岁移居到香港的 台极港区委员 家父曾经担任国民党海军副舰长 经历1958年的金门炮战 我在眷村长大 从小看到许许多多 从大陆流洗到台湾的老兵 却读不懂他们眼中的乡愁 后来我到香港念书 眼界开阔了 对1949年后大陆的成就开始虚心不可 这时正好也是李登辉陈水扁 推动法理台独和去中国化最为猖獗的时候 台湾迅速变质 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 正好赶上香港回归 我有幸进入香港特区政府工作 并且开始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 可以说 以我这样一个平凡的台湾女孩 一个香港的外来客 今天能够经历一国两制的实践 共襄两岸统一的胜举 并与各位委员一道 肩负民族复兴的使命 权赖于跳出了台湾狭小的格局 并且得益于国家不断的繁荣进步 和兼容并包 在此 我愿向大家报告三个体会 第一个体会 关于中国一脉相承的法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是中国政权的政统 这个地位 在两岸统一的进程中最为重要 第二个体会 关于中华民族的道统 如今 两岸的道统之争也已经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新道统 接续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化 法统与道统皆在一身 我深信 我深信我们的民族精神会更加畅旺 未来的中国 必将是典章制度灿然大辈 立乐华章 风行四海 最后 我想说说自己如何看待民族百年苦难 中国近现代的战乱革命 分裂分歧 实则都离不开1840 1840最为深远的影响 是打破我们几千年来民族内在的秩序与和谐 从此 中国人走上一条艰苦摸索的漫长道路 我们甚至用摩折自己的方式来寻求民族的欲获重生 我对中国近现代时的起伏跌宕 存着无限的悲悯与理解 觉得无论个人有什么样的见解与得失 没有比国家的生存自主团结统一再重要的了 我也分外感激中国共产党和在大陆的同胞 毕露蓝旅 让国家从买目苍蝇中 站起来到富起来 从富起来再到墙起来 感谢观看